我是徐斗达 东方人文艺术馆 副馆长 美学与博物馆工作者 美学其实是 日本翻译过来的一个名词 那它original是来自于德国 在德国里面 它的原文应该是aesthetic 那aesthetic正式翻译过来 应该是感性学 或者是感官学 如果只是单纯的从感性学 跟感官学的角度来看 那它应该是跟我们生活的 喜怒爱乐有关 跟我们生活里面 所遭遇到的东西有关 跟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反应有关 或者是说跟感性有关的 这颗题都应该可以把它包含到 美学的这个范围里面 每天故障的生活里面 怎么样去发现新的可能性 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东西 因为我们有我们在 比如说工作上的要求也好 或者是说我们有我们的负担都好 我们必须要有收入 我们才有办法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你并不竟然人每一次都 像我三级周一样出走的这个机会 其实并不高 那在生活里面怎么去发现它 就必须要经由生活里面的观察 感动是美学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感动很可能不一定是积极的 也可以是比较负面的这个东西 Touch 我就觉得感动把它重心来看 很可能就是让我们心血被沟通吧 它很可能是好的事情 也可能是坏的事情 那这个部分在美学里面 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已经很少有感动出现 我们更多时候都是在计算 我们每一个动作过后 可以得回来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都非常逻辑区 可是感动是 没有告诉你说 因为我上了美学的课 有了感动之后 以后它会在日常生活里面 发生什么作用 你说不清楚 你不知道 艺术没有办法去用逻辑计算 没有办法去用理性去计算 哪个人 我们之后 我们现在就在工程中 再说 我们可能是在工程中 那就是 同样的 刚